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密局特工在西区川区员饭店门口 发现三名可疑共党分子 上前抓捕遭居 这报纸到处都派发了 估计这会儿杨少诚也看见了 赵毅啊 这件事上我多多少少还是看了你一点面子 就凭你哥通共这一条 我就可以杀他十回八回 特北 在党国利益面前 我杨少诚六亲不仁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六亲不仁 国难党国 没有兴行只有党国利益 这才是军人的职责 他郑寒禅和杨少诚要是失去的话 往后咱们就各干各的事了 他们要是不失去 非要跟我对着干 谁让我不舒服 我就让他这辈子都不舒服 对不起 你们不能带枪进去 什么 特派员请郑司令吃饭 想跟他谈点私事 你们来这么多人也坐不下 除了郑司令 其他人都不许进 去你们了 跟我走 太久了 贵儿子 明明是请老子来吃饭的 还派兵在门口拦着 这饭 老子不吃了 郑司令 怎么来了又要走啊 特派员 他在那么多教委里 混账 知道我请的是什么贵客吗 驻军郑汉昌司令 司令 是我手下不懂事 多见谅了 既然您带的人都要进去 那就请吧 就是里面 没有那么多的位置 劳烦大家 只能站着了 陈特派员 我 不是来吃饭的 我是要听你个说法 你让一二八师 占了我的黄土岭高地 到底什么意思 一二八师是收国防部的指败 协助司令加强主方 你不乐意 这可是蒋总裁的意思 蒋总裁 可是 好了 司令 就算看在党国的份上 不要再抱怨了 我今天请司令来 可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想和司令您私底下商量一下 进去收 请 陈特派员 什么事啊 我还在等一位贵客来 您先进去坐 一会儿就知道了 请吧 司令 嗯 嗯 这还等谁呢 司令 陈建峰把咱们谅着 这算哪回事啊 这个贵儿子 又在搞什么名堂 陈特派员 他还没有出门 估计不会出来的 我已经警告过他了 真要是那么不失去 只能坚决处置 少议 陈特派员 坚决处置有问题吗 没问题 好 是 陈特派员 洋首席已经出门了 确定吗 是 应该没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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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有情绪 但你我都是吃党国的饭穿党国的意义 自然要替蒋总裁多多分忧 多个人 赵司令 要不赵司令 对不起 司令 只能请你再多等会儿了 不好意思 马上去把山会的廖福汇城给我借过来 是老子是马 现在都只能靠他了 是 所以 带上你的人 给我守在杨府的门口 看到杨少臣不用啰嗦 乱枪立刻给我打死 是 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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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臣 你终于来了 我可一直都站在这儿 恭候你的大家 明白 我要再不来 恐怕今晚上我就过不去了 我只能说 我真不想和你闹到那份上 好话坏话 我都跟你说尽了 好了 既然你来了 咱们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理解就好 请吧 不太像吃饭 像审讯 好了 散了 别让杨会长不自在 没什么不自在的 行 好 都是老朋友了 不用我介绍了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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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ão辣 您好 我去找兵 您好 我很 flawed 您好 我说我好 我好 我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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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把舌头打湿 少程 这菜你上来 先把舌头打湿嘛 细餐是有程序的 慢慢来 什么程序啊 我觉得这吸酒挺好喝的 来 子凌 我今天请二位来 是有事要拜托二位 我们先干为敬 子凌 今天请你来 我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想和你商量 这工具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这地方一马兵船 无险割手 国防部的意思 是想请司令你出征 怎么了 怎么了 出征 去哪儿啊 国防部要司令 带兵到封凰岭一带布置防线 同皇组领的摇尔法师 互为计较 共同欲敌于市区之外 让我去封凰岭 抵抗共军 一二八师在我后边躲着 是不是 这是什么话 司令你要是蹲在市区不动 不也在他一二八师的背后躲着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 互为计较 共同欲敌 我不去 我不去 你们让一二八师 协助我 布防 这我就不说什么了 我连黄图领都让给你们了 你现在又来打我的主意 这是蒋总裁的意志 国防部的命令 司令你想违抗国防部的命令吗 你别打国防部的 瞎唬我 瞎唬谁呢 又是国防部又加我眼上的 说话那么大声干嘛呀 喝酒吃饭呢 说话声音那么高 喂 喝酒啊 少诚别喝醉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嘛 哎 喝酒 别说那些没用的 先喝酒 我谢了你 别喝醉了少诚 司令 老兄 我就跟你说实话 我们要在这儿 阻止对共军最后的决战 胜败再次一举 现在是党国危难的时候 我奉献你一举 不要再打小算盘 这也是绝不允许的 这个我知道 关键是你不知道 我的那些部队呀 是打不了仗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你的部队为什么打不了仗 国防部 已经一年没给我们军饷了 现在弄得我人心惶惶 我跟你说 现在我那手下的兵 就有开小差的 我要真是把他们拉出去 那都得跑个一干二净 司令 你这个说的过于严重了吧 他不是严重 当着你的面 我是真人不说假话 就说黄图领我那一个连吧 那枪还没响呢 他们就投靠一二八十了 这要是共军打进来 那他们不还拿着枪 全投靠共产党啊 那边 国防部不给我播军饷 这边 你还逼着让我去打仗 我说陈大特派员 那你说让我怎么办 司令 别着急 我怎么不着急啊 司令 要出兵了 你们上回能不能出钱啊 什么什么钱 今天晚上这军饷的事 咱们当着司令的面 把话说清楚了 要是不说清楚 今儿晚上谁都可以想走 没要走啊 我来喝酒了 我没要走啊 谁要走了 陈简芳 你不对啊 你请我们来吃饭喝酒 你到现在没喝呀 我一个人我 我都差不多我喝了 你 你喝酒喝完酒 你再谈正经事 行了 那你还记得我跟你在商会说的话吧 都说什么了 你不记得了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没问题啊 没问题 什么都好说 好说 对啊 好说是什么意思 好说就是行嘛 杨会长说行 这钱就不是问题 听他瞎说 你没看他都喝多了吗 你别胡说八道啊 杨会长啊 我欠你钱 什么事欠我钱啊 我欠你 十 三十万打呀 没有的事啊 什么没有的事啊 我 我一直都没给你的 现在 有人替你要 特派员官比你大 我得给他这面子 对不对 行了 杨二成 你别打这胡说八道啊 行了我都听明白了 杨会长说了 他欠司令三十万打压 也就是说杨会长 愿意拿出这笔钱来 给司令你发军响 那司令应该出兵了吧 他那是喝多了 胡说八道的 少诚 你们商会拿出这笔钱 应该不是个问题吧 不是的 不拿你的杀我 对不对 少诚啊 你现在可是我们的财神爷 我怎么会杀你呢 多久才能拿出这笔钱啊 那这我得想想 我想想 一星期 行不行了 再晚不行了 最多只能一星期 不用 三天 少诚 你说的是三天吗 四亮 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东元 一周之内出兵 你没看他喝多了 他那是唬咱们俩呢 这你看不明白啊 他哄你我会哄你吗 杨二成 你别在这趴着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三天 对 会长 一张可就答应给人家三十万 没这事吧 这不是真的吧 这不是真的吗 真的 真有这事 人家一开口就要三十万 那什么来头啊 我一时也打不了反口 但是你们招什么急啊 我也没说现在要你们掏钱 对不对 别着急 对 会长 我们理解你的难处 是人家逼你逼得急 但无论如何 你得替我们扛住 那个什么特化员 现在让我们给政司令捐金响 这不是钱的问题 说句不好听的话 是出钱支持打内战 共产党马上就来了 到时候能饶得了我们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你给我们说句话 给我们交个底 你不会真的让我们掏钱吧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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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后面那位 怎么看着那么面善啊 是龙副官吧 我没看错吧 杨会长 是我 你怎么弄得跟个特务似的 我还以为是陈建峰派来的呢 吓了我一跳 杨会长你就饶了我吧 司令让我来 他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急着要那三十万 对不对 不不不不不 反了 司令的意思是啊 你现在千万别把这钱拿出来 不是时候 怎么了 怎么又不要了 这不能要 这是雷啊 杨会长 你不能让司令这时候去采雷啊 郑司令不想出兵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这去了也是送死 说难听点 你这钱啊 我们是有命拿没命花 千万别这个时候给我们 行 我知道了 别 你得给个准信啊 这司令昨天晚上回去之后啊 到现在都寝食难安 他不知道你昨天晚上 说的那是真话还是假话 你说三天就拿出钱来 是糊弄陈建峰的吧 陈建峰现在什么架势 我敢糊弄他吗 那你说的是真的 这 我这个 好了 我知道了 喂 少庭啊 陈特拜员啊 谢谢关心 昨天晚上我是喝多了 盛情难缺 没事就好了 我是担心你喝多了 陈特拜员还有别的事吧 少庭 昨天晚上咱们在饭桌上说的话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什么事啊 你说三天之内给正司令筹三十万军奖 三天的时间是不是太紧了 我说的是三天吗 你当然说了 我说给你一周的时间 你跟我说不用 然后就给我竖起了三根手指头 你都忘了 那可能就是三天 不过今天不才是第一天吗 着什么急啊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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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说 他认账了 他心里很清楚 他要是不这么做 他是躲不过去的 但你的人还是不能放松 给我盯紧了 有情况就随时向我汇报 好 少晨哥 怎么了 我是尽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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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诚哥 木兰 你刚才在门口有没有看见 看见一个女的 女的 女的天天有啊 怎么了 你不会是看见一个女特务吧 不是 老师好像 看见叶没了 我认为 杨绍成不会听任陈建峰的摆布 他在玩他们 这个杨绍成也是个大花头 四年前他偷了老子的军火 卖给共产党了 我差一点要了他的小命 过后他给我打了个欠条 说三年还钱 现在他四年都过去了 我一个字都没看着 这些年 只要我一跟他提欠钱的事 他就跟我捉迷藏 妈 昨天晚上不该提钱这个事啊 可他倒主动要求还钱 这个鬼儿子 他要是顶不住 咱们就没退路了 我让秦务兵拿饭来 你多少吃一遍 大小姐 你回来了 舅舅 我回来了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这时候 这时候不该回来吗 我都把你舅妈送到香港去了 咱们这个地儿要打仗了 我替你太多了 我舅舅 你帮我舅舅 你觉得我舅舅 我舅舅 你儿子 她的舅舅 我舅舅 你等于你 我舅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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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